今天我要跟诸位思想的经文是 我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篇圣经 那你说许牧师啊 那你要讲到多久 这篇圣经 四篇一百一九篇 有一百七十六节 一百七十六节 你没听错 一章就有一百七十六节 假如你用平常的速度来念这篇圣经的话 你知道要念多久吗 有没有人试过 你就用平常的速度 平常的速度来念这篇圣经 一百七十六节 你会念多久吗 有没有人要猜一下 大概要念多久 八分钟啊 那你念得很快 平常速度念的话 大概十五分钟 所以那一下子 我们今天把圣经念一次 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所以今天我不会念全篇的圣经 一百一九篇 但是我们要看当中的一段 我们就 我先把头一张头影片打出来 今天的题目是 我爱慕你的律法 也就是神的话 我爱慕你的律法 十篇第一百一九篇 我想大家都晓得 刚刚我说了 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个篇章 总共有一百七十六节 那么分成 每八节分一段 每八节分一段 所以 那么每一段的八节的里面 但每一段的每一节的第一个字 的日母 是一样的 比如说 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每一节的同一个字母 是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母 那第九节到第十六节 每一节的第一个字 同一个字母 是另外一个字母 就这样排下去 那这个日母呢 也不是随便排的 这个日母是什么呢 这个日母呢 是按照西伯来文的二十二个日母 按照次序排下来的 所以呢 就好像ABCD一样 ABCD我们有二十六个日母 但是西伯来文有二十二个日母 所以这篇诗篇就有二十二段 每一段八节 总共加起来有一百七十六节 非常的工整 是这么一个写法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它每一节 每一节都有出现 或者是律法 或者是典章 或者训词 或者命令 或者法度 或者律力 也有很多不同的文字 很多不同的词句出现 但这些词句 不同的说法呢 都是指着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指着上帝的话语 也就是指着圣经 所以呢 这篇诗篇的重要性 就是它的每一节都讲到圣经 每一节都讲到神的话语 跟它的关系 跟世界的关系 跟万物的关系 所以这篇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 被称为是圣经里面的圣经 因为它每一节都在讲圣经 圣经里面的圣经 所以是一篇非常非常特别的圣经 那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七十六节 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曾经把它背下来过 当中有没有人背过 有没有人背过 刚刚Ross你举手是吧 他刚才手晃一下 据我知道 据我知道在我的周围 我也不会背 一百一九份要我背 我也背不来 在我的周围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知道至少有一位弟兄 曾经背过 彭刀台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背过 彭刀台是把罗马书通通背完 那背 是谁 对 刚刚有谁说 对 陈真奇弟兄 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 这位弟兄 他最后晚年的时候 他也得了失忆症 但现在已经回到主那里去了 这位弟兄很了不起 他背诗篇一百一九篇 当他在准备背的时候 他告诉我说 徐牧师我要背这篇 我很佩服他 那个时候他已经 拜八十岁了吧 七八十岁了 八十岁的人了 他愿意背这圣经 我真的很惊讶 我说是吗 你愿意这样做 他说是 我要来背圣经 但是他从背很多圣经 别的圣经开始来背 但是他愿意背诗篇一百一九篇 结果 几段时间之后 他跑来找我 我说徐牧师 对不起 我实在背不下去 因为这篇圣经太难背了 什么又是律法 又是训词 又是典章 这个都搞混了 都一样的东西 但它有不同的词句出现 所以很难背的 又没有一个特定的次序 不是背个故事 还有次序 没有的 就是这样子 还要很灵散的 我说 弟兄 你继续努力 你既然已经努力下去了 还差一点 继续下去吧 我就鼓励他 我没有背过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有多艰难 地球我想象 想象是很艰难 我知道是很艰难 但是我鼓励他 结果在那边不多久 他很高兴地跑来告诉我 徐牧师 我会背了 整个都背下来了 哇 我说不得了 感谢主 你实在 不是说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夸奖他 我觉得上帝会悦纳的 你说对不对 这样一会儿 弟兄 这样你愿意把时间花在这个里面 你念都要念15分钟 你想你背 你要背多久时间啊 可怕要15个钟头吧 可怕不止吧 15天吧 不止啊 对不对 但是他又花了功夫下去 把它背下来了 我非常受感动 哎呀弟兄姊妹 我怕不得今天这篇的信息 我会办法把这篇通通讲完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怕鼓励你 如这篇诗篇的 这个诗篇所说的 你要来爱慕神的话语 爱慕神的话语 让我们还是来念两段好不好 既然我们讲这篇吧 不念圣经那怎么行呢 对不对 我们来念下半段 这篇圣经的后面下半段 从八十九节开始 我把它打出来 我们就按照这个 按照我打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你注意念 注意每一节都有律法命令 或者法度 或者安排 或者训词等等 每一节都有 没有例外 非常特别 好我们一起来念 好我们一起来念 来 以求你救我 以我寻求了你的训识 二人等待我 要灭绝我 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 我看万事竟然 我看万事尽都有限 唯有你的命令 极其宽广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你的命令 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 为要遵守你的话 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 因为你教训了我 你的言语在我堂上 何等甘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词 可以明白 所以我恨恶一切的假道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把你的圣经 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这本圣经 何等的宝贵 主啊 我求你先早上 圣灵帮助我们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体会一点点 让我体会更深一点点 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 主啊 你的仆人非常的有限 我的口水非常的有限 我们言语都非常的有限 主啊 世人用所有的日母 来描绘圣经 主啊 我们相信他的心意 就是这样子 主啊 你的话何等的宽广 你的话何等的奇妙 何等的伟大 主啊 我求你帮助我们 今天早上在短短时间里面 让我们对你的话语的本身 有更深的一个爱慕 更深的一个体会 也更深的感谢 主啊 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 你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圣明祷告 今天早上我就很快的 要跟中文来从这段圣经 或者从诗篇119篇来看到说 其实神的话 这个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 神的话是万有的根基 神的话很多时候 我们来读神的话的时候 他们觉得说 神的话对我有帮助 是我的指引 是我的智慧 等等等等 但是家里面 在你看到这一点之前 跟你关心之前 你一定要明白 圣经自己告诉我们 万有的根基 是上帝的话 万有的根基 所以你就看见了 这些物质的世界 宇宙万有 都跟神的话有关系 这是了不起的一个宣告 是圣经自己的宣告 这个宣告 要是有出入的话 那很危险 那这个话就靠不住了 对不对 假如不是如此的话 很多时候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都有晓得 我们说话要小心 不能说太大的话 对不对 说了要有分寸 对不对 因为免得说下去 没有后路走 对不对 给自己留点后路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圣经的话 不给自己留后路的 圣经说 神的话 就是万有的根基 就这样子 哇 那你要愣一下 神的话 创造了这个世界 神的话 也拖住这个世界 哇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不要小看神的话 不得了 今天我们人类的各样的科技的发展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视野 不断地被我们的科技所扩大 被我们的网络世界 或者各样的世界所扩大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大数据 我们就看到大数据 我们就说 哇 很厉害 大数据什么什么 我跟你讲 全世界 这个万有是在上帝的大数据里面 数据很抽象 对不对 但是 神的话 就是这一切物质 这一切创造的根基 哇 我想 我所了解的太少了 我不能够面罢讲更明白 但是圣经就是这么厉害 就这么绝对地告诉我们说 就是这样子 你看 他这里说 耶和华的话 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耶和华的城市 存到万代 你坚定的地 地就长存 天地照你的安排 存到今日 万物都是你的仆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祂的话 拖住万有 祂的话 成就这一切 太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天地万物的关系 跟世人生命的关系 还有跟人类历史的关系 我只能很二要地跟周围讲到这几方面 所以我们下一个 很快看到 就是说 上帝的话跟天地万物的关系 很简单地说 上帝的话 创始成终 就这么简单 上帝 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来了 上帝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是神的话造成的 神 我们曾经说 这一切都是神的话 带出来的 这句话很了不起 很抽象 但是今天你从我们现在通讯科学 或者各方面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句话 让我们真是不能够随随便把它放在一边 真的太超时代的一句话 神的话 神的话 这个世界就出现了 就来了 又有了 但是神经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 是刚刚讲的这个 创始 在创世纪 圣经的第一本书 讲到创世纪 天地 神说有就有 神命力就力 圣经第一章 圣经的最后一章 讲到启示录 讲到将来如何如何 圣经 圣经 圣经告诉我们说 将来必成的事情 写在启示录里面 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 写在启示录里面 谁有这个权柄 谁敢这样写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上帝 当他要启示我们的时候 你可以想一想 我们是人 我们是他创造的人 我们的脑筋就这么大 我们所知道就这么多 而且我们小的时候 更是懵懵懂懂 长大一点 有点知识了 我们也稍微懂得一些了 但是我们懂得多少呢 再过一阵子 我们也失忆了 也就忘记了 也老了 也就走 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生之年 那么稍微思想的时间 也不多 但是上帝 要告诉我们他的启示 要告诉我们这些奇妙的 他的创造的时候 你想 他怎么告诉我们 你想 我们能够承受多少 许多时候 我们人实在太骄傲了 人实在太夸张了 人打开眼睛说 我看不见上帝 所以没有上帝 这是多大的狂妄 这是多大的愚蠢 有人真的跟我这样讲 他说你把上帝叫出来 我就信了 你看不见上帝我不信 我就回答他说 我这上帝 一被你叫就出来 你信 我就不信了 你说对不对 这个上帝要是你叫出来 你叫他就走就走 那你这个上帝我不要信 对不对 你在搞什么 天爱的兄弟妹 圣经就这么了不起 就是说神的话 是创始成终 你信不信 随你 因为你在这段时间 也不过几十年 你就走了 天爱的兄弟妹 这本圣经 从古道经几千年 就摆在这儿 人一代一代地走 圣经还在这儿 神的话不但是 天地万物的创始成终 神的话更是我们世人 生命的关系 什么关系呢 对不起 解救我们 而且指引我们 神的话 刚刚我就不想去再念了 你读这个四篇一九篇 世人讲到 神的话怎么救他 要是没有神的话的话 我就完蛋了 是你救了我 你的话 拯救我 不然我就灭绝了 亲爱的兄弟妹 神的 我们人既然是上帝造的 当神要启示我们 祂的话语的时候 不但告诉我们 这个事业是祂造的 祂也告诉我们 我们是祂造的 所以祂把 而且祂要把我们的真相 把我们这个人的状况 也写在圣经里面 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看见自己 你会看见自己 最深处的状态 不管是你是 白种人 黑种人 黄种人 任何种人 不管是什么语言 不管你哪一个世代 两千年轻人 或者今天 或者以后一千年 只要还有一千年的话 所有的人 都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露出真相 人的真相是怎么样 就写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圣经 能够这样的普及 为什么能够 能够让每一个人念的时候 都能够阿门 都能够共鸣 都能够很震撼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既然是上帝 祂当然知道 我们是什么情形 祂当然知道 我们的问题出来哪里 但是祂不但要 不但告诉我们 我们目的所在 祂要来解救我们 感谢上帝 因为祂爱我们 祂来拯救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爸爸等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怕你能够读经 读到那个地步 你要能够掉下眼泪来 因为这位爱你的神 来救你 而且要来指引你 上帝不但来救人 上帝还来指引人 为什么呢 因为人被救之后 怎么活在一个拯救的 自由的一个平安的里面 还不容易呢 你知道以色列人 就是很好的例子 以色列人当年出埃及 他们当年在埃及 被奴役啊 被压迫啊 求神来拯救他们 因为神就拯救他们出来了 你知道上帝 神就拯救他们出来了 是他们之后 第一件事情 上帝做什么 就是赐给他们律法 上帝救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出来了 在旷野 就赐给他们律法 你说那以色列人 不是很惨吗 从埃及的奴隶 困绑之下 救出来 怎么又落到 上帝的律法里面去了 那不是又没有自由了吗 你说对不对 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人怎么那么 离开那个帝国 离开埃及的统治 结果来到被上帝 终救出来 又落在上帝的律法里面 你看那不是 那在干嘛 亲爱的弟兄 怎么样 要是神 只怕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拯救出来 要是上帝 没有给他们律法的话 你说会怎么样 你想想看会怎么样 什么叫做自由 上帝给你自由了 把你从捆绑里面 解救出来了 给你自由了 怎么活在自由里面 我请问你 美国自不自由啊 很多人喜欢到美国来 因为美国比较自由 但是美国 你说美国这个交通 我们不说别的 其实美国也不是那么 当然美国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完美 那我举个 我们就拿美国这个 做例子好了 美国车子很多啊 路上 那个交通法 到处 很自由 你可以到处跑 但是 你能够到处跑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有道路 是因为有交通规则 对不对 你想想看 要是大家都有车子 路也很多 但是呢 没有交通规则的话 你说你的自由 会变什么样子 我请问你 我请问你 会变什么样子 大家越自由 大家就越没有自由 你懂我意思吗 越自由的情况之下 越没有章法 越没有规矩 越没有这个法规的话 那大家就通通没有自由了 因为是一片混乱 大家谁挤一跑 谁谁欲开 那你就通通就别开了 你说对不对 所以真正的自由 是要有规范的 真正的自由是要有道路 要有规范 有规矩 大家都守规矩 这个自由才能够被保障下来 因为这个世界 是一个撒旦掌权的世界 落在黑暗全是底下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 我们所说 我们的自由 是需要上帝真理的引导 需要上帝真理的保护 律法不是来剥夺自由 律法事实上是来保障自由 所以雅各社里面有句话说 使人自由的律法 律法是真正能够叫人自由的 上帝 我有上帝律法 人的不是人的律法 人的律法是都会改的 美国这个讲法制的国家 美国事实上有很多恶法 很多莫名其妙的法 越到了今天末后的世代 我们在加州更是如此 莫名其妙的法令一大堆 美国 这些法 我们所讲的这个法令 实际上是圣经的法 圣经的原则 上帝的真理 这个是真正保障我们自由 保障平安的 所以上帝解救我们 上帝用祂的话语来指引我们 让我们能够活在 自由平安的道路上面 当然不只是自由平安 而是要在这个 要在这个误会的世界 败坏的世界要得胜 要得胜 要再得胜 第三方面 神的话语 对人类历史 只要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网去查 我就不多说 圣经跟人类历史的文明 有非常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人类的各个文明的律法 或者是知识的发展 都跟圣经有关系 我今天就举一个例子吧 今天我们都非常崇尚科学 我们讲科技 科学 我就觉得越来越多的人 不知道什么叫科学 什么是科学 科学这个怎么来的 什么是科学的前提 我就说这件事吧 科学要有前提的 今天你做任何的研究 不管是物理 化学 电学 反正各种学问 你在做研究的时候 那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 这些东西的后头有道理 对不对 要是东西后面没有道理的话 那你在做什么研究吧 在你研究的时候 你就假设 这些东西的后头 是有道理存在的 你说对不对 我这样讲没错吧 当你研究化学 研究科科 研究美 不管哪一个学问 物理界的 你都要先假设 这个东西的背后 是有道理的 我们今天怎么把那个道理找出来 去发现那个道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那怎么运用这些道理 运用这些东西 那是下一步 应用是下一步 现在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 其实科学的精神 科学的这个前提 就是相信 必须相信 这个背后有个道理存在 圣经就说 背后的道理就是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拖住万有 这背后是有道理的 不是混乱的 是有道理的 所以西方的科学的发展 跟基督教的圣经的思想 是绝对绝对有关系的 因为相信有位上帝的创造 所以才有科学 但是很不幸的 科学发展到个地步 很多人就把 以为科学至上 科学如何如何 就把上帝给丢了 不要就抛开了 以为上帝 这被我们的科学研究 给除掉了 或者不需要了 但是这个都是大错特错 这个是根本就不了解 这个整个思想 整个科学的发展的过程 根本就是忘本了 说老实话 是忘了本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人类的历史的发展 各方面 历史上很多有智慧的人 他们都发现到圣经的伟大 了不起 那自动已经跳下去了 其实我还没有到那边 神的话 在人历史里面 事实上 圣经很奇妙的 圣经的本身 很多的历史 你说圣经不是神的话了吗 不是神的话吗 但神的话的内容 却是人的历史 圣经不都是讲理论 不都是讲道理 圣经讲历史 说这个历史 有神的话在其中 这是很特别的 很重要的一个体会 表示什么 表示圣经的真理 不断地会在历史里面印证 历史不断地在印证上帝的话语 今天很多的考古学 我不说别的 很多考古学 考古的研究 是根据圣经的记载 在进行的 圣经的记载 很诚实地说 超过很多古代的 其他文明的历史的记载 圣经的记载 跟埃及史 跟早期的希腊 罗马的历史 都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但是圣经的 讲经的历史 准确度超过圣经之外的 这些历史的记载 因为很简单 因为那些历史的记载 都有政治的目的在背后 有的东西它不写 譬如是埃及 埃及的故事里面 就没有提到 没有正式地提到 以色列人在那边的一些事情 或者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法老等等的事情 这都没写 很多人认为说 你看圣经 或者说圣经写的 这个历史里面并没有记载 这是很肤浅的一种想法 因为埃及历史 不写这个事情 是很自然的 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事情 是埃及的丑 是它的丑闻 是它丢脸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的历史 其实目的是要在验证上帝的话 神的话 应验在历史里面 神的话也继续要应验在人类的生命当中 未来 告诉我们 神的话是掌管人类的历史 简单地说 圣经不断地在印证历史 历史不断地印证圣经 也告诉我们 圣经的真理 神的话也在主导的 或者是在掌管的历史 这是很了不起的 非常重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就让我们有这样基本的认识 基本的一个体认 那接下去我们必须要问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们 那你我 怎么看待神的话呢 你今天怎么看待这本圣经呢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古典的文学 很了不起的文字 或者是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要学英文 好好学英文的途径 去读英文查经 读英文圣经 为了要学英文 但其实我爸爸当年也就这样了 我爸爸当年跟我妈结婚的时候 我爸爸还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爸爸当年就是为了要学英文 教会里面有英文查经班 他就去参加英文查经班 感谢上帝 他不单是只读到英文了 他认识了上帝了 认识了神的话 今天我们如何对待神的话 你怎么看待神的话 诗篇的作者说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哎呀这段话你念下去 我抱不得这段话能够打动你的心 感动你的心 不是为了你要比别人更聪明 不是你比谁比谁 你不是存在一个好像要跟他竞争的态度 而是要告诉你说 在神的话的里面 在神的智慧的里面 是超过地上任何任何的东西 真的你要看重这一点 要宝贝这一点 以至于这里说 要禁止我的脚走一些的邪路 保守我不要偏离你的典章 让我要把你的话当作比蜜甘甜的 这样一个宝贝 要有个爱慕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我怕你能够记住这句话 你如何对待神的话呢 然后你只是知道神的话的伟大 你认同上帝的话的确是很了不起 你也是很赞叹上帝的话 真是奇妙啊 哇历史等等等等 不得了太奇妙了 更重要的是你必须要信靠神的话 你要爱慕神的话 要让神的话 深深的种植在你的心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是只是知道 不是只是认同 不是只是赞叹 你要爱慕神的话 你要信靠神的话 你要让神的话 砸根在你的心里面 在我们十家路标的标志里面 很清楚的就画出来说 当我们基督徒从我在基督里开始 往上你要祷告 你要敬拜神 往下 你就要砸根 建造在神的话语里面 你要是你的信仰的根基 不在圣经的话 我担保你 你在这个世界绝对站不住 今天的世界 今天的美国 不然是美国 今天世界 变化到个地步 是没有真理 不讲究真理 你讲真理 别人就把你先否定了 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真理 可是你知道吗 不相信有真理这些人 是很大的矛盾 为什么 因为他很了不起地说 没有真理 那我请问你 你那句话是不是真理啊 你们听懂我的画面 那个人说 没有真理 没有绝对的真理 那我要问他说 那你这句话是不是真理 你听懂没有 我再说一次 那些说没有绝对真理的人 我请问你 那句话是不是真理 那句话若是真理的话 那他的话就不是真理了 他的话就错了 因为他说没有绝对真理嘛 但是事实上 听懂怎么办 我们不要落到这样的路上去 圣经很清楚地说 神的话就是真理 而且甚至 今天会有到个地步 假如你讲真理 你讲这些事情的话 人家都会说 你太不包容了 你太没有爱心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有没有被这样说过 我们前几个礼拜 礼拜三到晚上 我们在讲同性恋的问题 今天这个世代 今天我们在周围 在社会上 可能在座的有的人 你已经被洗脑了 你都不觉得 同性恋的运动 我不是说同性恋的人 你听我说 同性恋的运动 是一个最大的谎言 同性恋的运动 是一个最大的谎言 同性恋者 都是同性恋运动的受害者 背后事实上 谎言都是出于撒旦魔鬼 耶稣说了 撒旦是一切谎言之父 谎言是他的看家本领 他就是最会说谎的 今天这个世界 不讲究真理的话 就落入谎言里面 就那么简单 而人呢 也就活在谎言里面 但却以为是真理 很可怕 今天真的很可怕 今天这个同性恋运动 要危害的 基本上最大的受害群 就是孩童 就是年轻人 我没有时间多说这个课题 我们怕以后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来探讨这个事情 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站稳真理的立场 因为 你要 这声音说 你要恨恶一切的假道 我们不但要爱慕真理 还要恨恶一切的假道 并且要为真理 真道而战 我今天没有办法多说了 我只有点到这个地方 我们会继续地 会探讨这个课题 当面对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起 林肯的一句很有名的话 林肯总统 当他在南北战争的时候 南北都有基督徒 南北在打仗的时候都在祷告 都在求神祝福 求神代理他们能够得胜 林肯的幕僚来问林肯说 林肯啊 我们也求神 叫我们得胜 那怎么 怎么祷告呢 那边也在祷告啊 怎么办呢 林肯说什么 林肯说 我最关切的 不是要上帝站在我们这边 林肯说 我最关切的 是我们必须要站在上帝的一边 因为上帝永远是对的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属灵的智慧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不是要让上帝站在我这边 叫我得胜 不是的 而是我要祷告做神啊 让我懂得站在你那边 因为你是对的 因为你是真理 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爸不得我每位弟兄姊妹 神的儿女 都有这样的信念 都有这样的信念 都要这样勇敢明确的 赞助这个立场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今天 这个世界用爱来混淆真理 但是你知道 爱的 药伦罗前书十三章 讲到爱的时候 里面有一句话 哪一句话呢 爱是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有没有 在爱的真理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换句话说 真爱的一个品质保证 是真理 唯有真理 才能够保证 你的爱是真的 要是没有真理 那个爱 就是谎言 那个爱 虽然看起来 感觉起来 好像很温暖 好像和怎么样 那是谎言 那是虚伪 因为爱 若不讲真理 这个爱 是伪善 这个爱 是假爱 这个爱 反而会害人 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 要看清魔鬼撒旦的计谋 要很清楚地认定 我们是不是站在上帝的一边 你是不是站在上帝的真理的立场上面 我们最后结束之前 我们再把这两段圣经 再来念一次 我们就做我们的结束 好不好 来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你的诚实存到万代 你坚定的地 地就长存 天地照你的安排 存到今日 万物都是你的仆意 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 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辞 因你用这训辞将我救活了 我是属你的 求你救我 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辞 恶人敢等待我 要灭绝我 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 我看万事尽都有限 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 我何等爱慕你的 下来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你的命令 长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胆 因我思想了你的法度 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辞 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 为要遵守你的话 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 因为你教训了我 你的言语在我上唐何等的甘美 在我口中比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辞得以明白 所以我恨恶一切的甲大 天父啊 我们求你让这样的经文 继续地存放在我们的心中 主啊 我们要爱慕你的话语 主啊 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从天上赐下来到人间 主啊 今天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 拯救我们 也引导我们继续走这一生的道路 特别是在一个混乱的世界 在这个末后的世界 我们何等需要站在你真理的基础上面 主啊 否则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 什么是讲 什么是真正的爱 什么是虚伪 主啊 求你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真正的爱慕你的话语 也真正要认真的来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 要明白 要明白 要再明白 主啊 求你让我们明白 我们也爱慕 要遵从 让你的话语深深的植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悦纳我们这样的心愿 奉以耶稣基督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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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